可能就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就問你認識的朋友們說 喔你現在要選科了沒有 那他們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選科的事情 要到很後面很後面才會選 這個問題就是我被問過最多次 哈囉大家好我是椰野草 歡迎收聽椰野草的白跑手札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東西是 醫生的15年養成計畫 你想想看喔15年 真的是超級超級久 15年你都可以讀完一次國小 一次國中一次高中 還剩三年 但是畢竟醫生這個職業是攸關人命 然後關乎大眾的身體健康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職業 所以要訓練這麼久其實也蠻合理的 所以今天就要透過這一集podcast 跟大家分享醫生15年的養成計畫裡面 到底我們要經歷過哪些事情 然後要通過哪些考試 學了哪些東西 然後呢才會成為最後你在醫院看到的組織醫師 所以就讓我們開始囉 其實大一到大四的時候呢 我們跟一般的大學生一樣 通常都是待在大學裡面 然後呢就是一起上課 然後一起學習考試這樣子 基本上大一到大二的時候 都是休息一些通識課 或者是醫學人文 像是微積分啊 有機啊 醫學與歷史 醫學與哲學 生死學等等這種 比較沒有專業知識的 醫學人文科目 或者是通識課 然後一直到了大三以後呢 才會有比較專業的科目 像是解剖 生理 病理 藥理等等 然後呢 我們會在大四那一年考 所謂的一接國考 也就是我們 醫學生的最重要的一次考試之一 就是通常大家這個階段的通過率都不是很高 因為他考的東西都是基礎科目 那基礎科目其實很廣 所以通過率其實這個時候就不是很高 因為蠻難的 通過一接國考以後呢 我們就從大四進到大五 進到大五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時候就叫做 Clerk或者是見習醫學生 這個時候也還是沒有醫師資格 所以呢 我們大部分不能做醫療行為 只能用看 所以在醫院裡面叫做路障 因為就是你只能看 所以蠻檔路的 主要就是跟查房啊 跟門診 然後大大病例 一些比較學習性的業務 然後呢 再經過兩年的見習 就是大五大六的見習以後呢 我們就會考所謂的二階的醫師國考 這個時候考過 你才能拿到你所謂的醫師執照 拿到醫師執照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正式的醫生 但是你這樣子 還不算是一個非常成熟的醫生 畢竟你在醫院的學習只有兩年 所以呢 我們這個時候又會進入到一個叫做 PGY的階段 那什麼叫做PGY呢 PGY就叫做 Postgraduate Year 就是所謂的 畢業後休息年限 或者是其實 比較正式的名稱叫做 不分科住院醫師 反正這個時候呢 就是有點像 以前救治的實習醫生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時候 已經有執照了 所以我們要對我們自己的 醫療行為負責 但是基本上 PGY的這個階段 還是非常非常的菜 主要就是 會有一些臨床的業務 但是大部分都還是學習 除了像是開刀 或者是專科的技術以外呢 我們這個時候 已經可以執行大部分的醫療作業 但是呢 為了要讓臨床實力更扎實 所以我們幾乎每一科都會去RUN 然後RUN完以後呢 就會進入所謂的選科的階段 所以常常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你現在是醫學系大一的學生 那你選科了沒 或者是你現在是醫學系大四的學生 你選科了沒 或者是你現在是見習醫生 那你選科了沒 都還沒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經過畢業以後的兩年 這個PGY的訓練以後才會開始選科 那選科呢 就會是選大家比較熟悉聽到的 像是耳鼻喉科啊 內科啊 外科啊 急診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才選科 如果說你問你的醫學系的朋友 或者是你問你的醫學系的親戚們 他們就會告訴你 其實他們很後面才會選科 就是一直到 要畢業後兩年 經過PGY的訓練以後才會選科 住院醫師這個時候就是病房的主要站立 就是醫院裡面最爆肝最累的人 然後一般這個時候的訓練大概就需要四到五年 像是有些其他專科 像是神外啊 神經外科 或者是整外整型外科等等 更需要到六年的訓練時間 那就是在第一線照顧病人 然後大部分都駐守在醫院裡面 所以才會叫做住院醫生 那英文叫做Resident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這個蠻有趣的英文 總而言之呢 就是畢業後一直到現在這個階段才選科 然後到了住院醫生的時候 就是醫生最忙的時候 就是忙到不可開交 基本上都會在醫院負責病人的各種事物 所以你在病房裡面看到的醫生 大部分都是住院醫師 這個時候呢 住院醫師的白袍長什麼樣子 很好分 就是他大部分都是短袍 其實就跟PGY 或者是見習醫學生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醫院裡面大部分都是短袍 只有主治醫師 就是當你住院醫師當完訓練完以後呢 變成一個完整的成熟的醫生以後 就會變成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就會是長袍 在那中間要經過一個專科考試 經過專科考試以後呢 就會變成主治醫師 主治醫師會有看門診 可以幫你獨自診斷 然後決定整個治療方向的人 相較之下就是最成熟 也是會為你的醫療行為做負責的醫生 就會叫做主治醫師 所以醫院裡面的分級大概是這樣 總而言之就是先從醫學生 變成見習醫學生 然後呢就治還有實習醫生 但是已經刪掉了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提 見習醫學生結束以後呢 才會變成PGY的不分科住院醫師 然後不分科住院醫師結束以後 就會開始分科變成住院醫師 住院醫師在經過漫長的訓練以後 才會最後變成主治 所以主治醫師才會是長袍 所以你看到醫院裡面 可以用長短袍去稍微分辨一下 就是說現在來看你的這個醫生的 位階在哪裡 通常醫療層級最高的就是主治醫師 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菜鳥 像是我們這種見習醫學生的話 其實我們的白袍上面 不會有秀醫師兩個字 因為還沒有拿到證照 所以就是只能秀我們自己的名字 但是因為為了要學習 還是會有一件白袍 然後讓我們跟在學長姐的背後可以看 然後可以試著在有監督的情況下 操作一些醫療技術 這就是主要的差別 基本上你想想看喔 四年的大學生活加上兩年的見習 兩年的不分科住院 五年的住院醫師訓練 加起來差不多就是十三十四年 長一點回到十五年左右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成為一個 完整成熟的醫生之前 就是要經過這麼長的訓練 這麼久的訓練 所以真的蠻累的 也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更了解這件事情 然後不要一直問一些很困擾的問題 像是可能就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就問你認識的朋友們說 喔你現在要選科了沒有 那他們其實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選科的事情 要到很後面很後面才會選 這個問題就是我被問過最多次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整個的訓練流程 這個訓練流程 大家稍微清楚以後 之後再跟大家講解 中醫的還有牙醫的 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astronaut 你們 在旁邊 我們 和旁邊 我們